就在科比刚刚去世的第二天 他生前最好的兄弟给瓦尼莎寄了一封球案情书 里面的内容十分露骨 紧接着短短六天 瓦尼莎至少收到十位NBA队员的球案信号 他们有的说一些暧昧情话 有的想跟瓦尼莎约会 甚至还有人直接想将他取进家门 而当时的科比还尸骨为寒 所有人都没想到 一代篮球巨星去世后 自己的妻子竟然遭受到那么多人的骚扰 而且还都是最好的兄弟 实在令人心寒 瓦尼莎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能够让那么多NBA球员对他如此痴迷 像科比去世后 他到底有没有出去找男人 又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怀疑 瓦尼莎心里对科比怀揣着巨大恨意 一切都要从那件事开始说起 这是一个在NBA里被明令禁止聊的话题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英俊事件 2003年7月1日 一名19岁的女孩向警方报案 声称自己遭到了科比的强奸 随后警方赶到将科比抓捕归案 紧接着门外早已准备好的媒体 将该事件大肆报道 一时间新闻传的蒲天盖地 几乎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场强奸案 所有的粉丝都对此表示坚决不信 直到科比承认 两人的确发生了关系 声称当时你情我愿 绝对不是强奸 后来真相被爆出 原来科比陷入了一个被人不好的局 目的就是为了勾引他进入房间 随后报警说被强奸 让科比名声扫地 果然美国人就喜欢玩这种套路 我印象中 2018年有一个中国商人 在美国也经历过同样的遭遇 但名字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他老婆好像还挺年轻的 有知道的小伙伴在弹幕评论区 把他的名字打出来 言归正传 当时这件事情对瓦尼莎 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随后肚子里的孩子也遭遇流产 而且还是一个男孩 有人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瓦尼莎对科比已经彻底失望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科比再也生不出男孩了 连续四个都是闺女 直到去世 在科比去世后 他的老婆到底有没有在外面找男人 首先在去世新闻刚刚爆出不久后 就有超过十个人 向瓦尼莎提出了示爱 他们都是科比生前最好的兄弟 其中两位还是明日堂球员 和一位电视解说员 名字我就不说了 懂得都懂 不懂的 看看评论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人 整天跑去瓦尼莎的家里献殷勤 他就是科比生前最好的队友 同样也是最大的情敌 也是被怀疑是英军世界幕后策划人 保罗加索尔 他曾被美国网民一度猜测 是科比小女儿的亲生父亲 也很有可能是导致 2011年瓦尼莎与科比 离婚的关键人物 但这也只是网民猜测 具体是不是 谁也不知道 只知道 在科比去世前 保罗从来不去他家里 而在科比去世后 他突然开始对瓦尼莎母女 格外照顾 格三差五跑去送各种东西 拿科比的女儿 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 而且频繁接触 光是在社交媒体上 就被棒出了六次 第一次是在科比 刚去世不久后 保罗就前往瓦尼莎的家中 与母女几人建立关系 第二次是在科比小女儿的生日 保罗准备了大量礼物 前去轻生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在弥补女儿童年缺制的父爱 第三次是保罗自己的生日 他没有和女朋友在一起 没有和父母在一起 也没有和队员在一起 而是跑去了瓦尼莎家中 跟母女几个人一起过生日 第四次是保罗带着瓦尼莎母女 一家出海游玩 母女几人和保罗的感情 迅速升温 第五次是保罗带着 他们一家人一起过完圣洁 当天给每一个孩子 都买了不少衣服 第六次是保罗跟着瓦尼莎母女 从佛罗里达菲往洛杉矶 探望瓦尼莎的父母 如此高频繁的接触 让不少人怀疑 保罗已经跟瓦尼莎在一起了 有人说瓦尼莎应该为了科比 终生手拐 也有人说 寻求爱情是每个人的自由 面对无数粉丝的质疑和谩骂 瓦尼莎给所有科比的粉丝 吃了一颗丁心丸 那就是在身上 纹了一家六口名字的纹身 来保证自己对丈夫永不分心 今天是科比的生日 而作为科比一双 瓦尼莎的这一举动 直接为她招来了上弯条荡妇辱骂 不久前 瓦尼莎收到了两树 来自一名叫做杰夫利瑟姆的 白人富豪做来的玫瑰花 造型做成粉红色绵羊的样子 而且是一公一母 这两个绵羊在美国代表着什么意思 我想不用我说 你们应该也明白 杰夫利瑟姆还配上配文 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你爱你女士 紧接着 网民们对杰夫利瑟姆的这一举动 表示十分气愤 更是有人说 人家老公还十股未寒 你就在这稿时请这成何体统 而更让人愤怒的是 瓦尼莎不仅欣然接受 还在社交平台和周围富商亲密互动 互相称呼彼此为宝贝 亲爱的等等词汇 这下 直接让科比的粉丝瞬间炸了锅 纷纷指责 瓦尼莎不应该跟别人这么暧昧 毕竟自己的老公才刚死不久 也有人说 寻求爱情是每个人的自由 我们不应该插手别人的家庭 而之所以粉丝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还不是因为科比是众多球迷的偶像 去年科比的意外离世 让无数球迷陷入到了悲痛之中 很多人都是看着他打球长大的 而他的离世让球迷难以接受 其中最伤心的还是科比的家人 在那场事故中 科比跟他的女儿都丢掉了性命 这对科比的亲子 瓦尼莎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甚至今日 她仍然在缓年丈夫和女儿 不过瓦尼莎今年还不到40 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材有身材 而且还要带着另外三个女儿 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有人说 瓦尼莎去找一个男人依靠很正常 毕竟后半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等女儿长大 嫁人了 总要找一个陪伴终老 也有人说 瓦尼莎应该一辈子给科比守活寡 因为科比的粉丝众多 两边各有各的理 谁也说不服谁 对于此你认为呢 你觉得瓦尼莎到底该不该找 NBN里哪一个适合她 视频的最后 我想说 今天是8月23日 祝科比在天堂 生日快乐